大家好 我是Kelvin 歡迎回到KelvinLogan投資 今集IB收積系列第32集 今天講講IB股票各種落盤的方法 今次用Tesla做例子 最普通的市價盤 限價盤 限價盤 我就很快簡單講 可以先打開MarketDevTrader 如果找不到的話 去TradingTools 我沒有訂閱到real-time data 如果你們有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更多資料 左邊這行Bit是買家Buyer排隊 右邊Ask是買家Buyer排隊 Market Order很簡單 如果買入的Market Order 就是吃Ask最前的價格 這個Case是$957.67 如果Sell的話 就是吃Bit最前的價格 這個Case是$957.67 Market Order基本上立刻落就立即成功了 至於Limit Order 基本上不管別人排的什麼價格 例如我這裡試一個 $930的Limit Order 等到有人肯用$930賣給我的話 就會成交到了 右邊可以選擇 Time In Force 可以選擇Date 即是今天有效 GDC Good Till Cancel 即是不取消的話 就一直有效 亦可以選擇 Regular Trading Hour以外 都有效 這個選擇有時如果是 期止夜期的買賣 就可能要選擇 接著再說一個概念 IB的佣金有兩種計法 Tier 和Fix 如果用Tier 的話 某一些家所 Add Liquidity的Order 就會有佣金的 何謂Add 或者Remove Liquidity 有一個Limit Order 排在這裡的話 就增加市場的排價 就是Add Liquidity 相反如果一個Market Order 你會吃走已經存在的排價 那就是Remove Liquidity 所以如果你是大戶 每個月Trade 可能幾十萬股或以上的話 又喜歡用Limit Order 就可以選擇Tier的Commission 省下佣金 如果我這些散戶 選Tier 和Fix 都不差太遠 詳細可以看看IB的連結 我就放在Description 那裡 好了 再介紹其他order方法 Meeprice 這個落盤方法就是IB盡量幫你成到 Bit 和Ask 中間的價錢 或者更加好的價格 另外呢 亦都可以在這裡設一個上限 我們來試一試吧 我也不知道Demo account做不做到這個效果 我們來看看實際現價 960 和961 用回Path Management Argo 好了 成了961.8 Tesla 好了 買入了100股9 861.8的Tesla 那現在再試其他order方法 那我現在賣了 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Stop order Stop order就是指洩盤 如果它跌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它就立刻會變成一個market order 立刻幫你指洩 現在是961.960元 現在是961.960元 例如我可以設定 960元 當它一跌到960元的話 它就會立刻變成一個market order 那現在就立刻變成一個market order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Stop limit Stop limit 就是剛才的stop 就是960元 我們照設定960元 但是當它跌到960元的時候 它就會彈一個market order 例如是959.959元 那這兩個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因為之前那個是一個market order 如果跌得很急的時候 隨時是 你的stop order 不是960元可以成交到 可能跌到 Let's say 930元 那你就沒有了這個預算 那麼這個limit order的好處呢 就是 你知道 你那個價錢 最差都是959元 但是有這個stop limit 又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有機會跌得很急的時候 你又是成不了 那你一路跌下去 那你 繼續拿著股票 那麼有好有壞 所以這個就 自己去 衡量了 那我來試試放一個stop limit 960元 stop 然後就放一個959元的limit出來 好了 那就成了 那950元 959元呢 就賣回去了 那我成功呢 就虧了兩個8了 好了 六款方法呢 暫時講到這裡 還有其他幾款呢 我留下下一集再講 還沒訂閱朋友記得subscribe和按下小鈴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